各位,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未分享之前先講講我的看法 在今次俄羅斯用 軍事力量 去打擊烏克蘭 老葉的 座標在哪裡呢 大家都留意到 老葉一路以來 並沒有指責過 俄羅斯發動一個 軍事行動 我一路以來嘗試跟大家分析 為什麼這個軍事行動 在俄羅斯的角度是有需要的 當然大家也知道 在西方國家 一直用了俄羅斯侵略這個字眼 是否侵略 我覺得現在為時尚早 要等軍事行動 或者接近完結 然後看看烏克蘭的情勢 穩定下來之後 在烏克蘭發生什麼事 我們要確定 這次是否一個 軍事行動 一個手術式 為了 俄羅斯國家安全 而做的 行動 當然 我明白 任何軍事行動 都會 有人命的 傷亡 這是沒有人願意見到的 但是 長遠來說 一個國家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 而 導致 這次 俄羅斯 需要用軍事行動 的責任 我們都不能完全 單獨 放在 俄羅斯身上 在 幾十年內 不停的 破壞自己的諾言 這件事 在國際社會上 其實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很可惜 在 西方媒體的 大力 的 煽動之下 這些真相 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為何我會 突然向大家 承認我自己的立場 因為 這篇文章 跟我的看法非常相似 所以 我要 和大家讀 另外 我在描述 除了這篇文章 本身的接鏈之外 亦會有五個 其他 西方媒體的 接鏈 大家可以 看看 這五個接鏈 我覺得 相對地 是比較 中肯一點 把你的事實 說得清清楚楚 現在我時休息 就和大家分享 這篇文章 作者看完的寫文章 一大堆培字 提醒我 為甚麼 有那麼多人 共情 俄羅斯 這不是我同情 是我的共情 即是說 大家 和他有一個 心靈上的 回應 覺得他 他的狀況 和我們中國人民 所接受的情況 是非常相似 所以 和他 在感情上 有一個共鳴 有一個共享 所以 共情 這個字 非常之好 我們不是同情 我們是共情 普京那篇 萬字長文 其實有兩篇 第一篇 他在 2月21號 那篇 我還沒時間 和大家讀 大家有興趣 可以自己看 我打算 現在都不讀了 俄羅斯想一萬字長文 我讀整個小時 亦都是 讀 點多萬個看 所以我亦都會把 俄羅斯的萬字長文 接鏈 放在描述 大家可以跳過去看 但俄羅斯在 24晚 當地時間 那篇我和大家讀了 我想大家也明白 俄羅斯 為甚麼要 出兵 昨天 刷屏了互聯幕 這個指 大家都去看 那個場文 絕大多數的 中華人 都非常 共情 普京的感受 亦都被 普京的發言所感動 但有一些大V 跳出來了 大馬 共情的中華人 人渣 垃圾 好戰分子 等等 總之一句話 他覺得 共情普京 就是沒有人性 是不是真的這樣 說句實話 我很理解 為甚麼 中華人會共情普京 因為 中國和俄羅斯 有著同樣的 遭遇 普京在講話裡說到 烏克蘭加入 北約之後 根據北約以前的做法 在那裏 部署 軍事設施 已成定局 在烏克蘭上 部署雷達 偵察設備 北約將控制 遠到 烏拉爾 俄羅斯 空域 戰斧巡航導彈 到達莫斯火時間 不夠35分鐘 從下 以科夫發射的 導彈 只要8分鐘 遲音速打擊 4至5分鐘 這個等於把刀 架在我們的喉嚨上 這個跟當年打朝鮮一樣 如果美國佔領朝鮮 必會以朝鮮作為跳板 建立各種軍事基地 布置各種打擊系統 然後可以隨時隨地 侵略中國 普京在他的講話之中說 我們除了採取今天不得不採取的措施之外 已經沒有其他 保家衛國的方法 這個就跟當年中國 抗美援朝一樣 美國已經跨過這條紅線 這場仗我們不打的話 我們的後輩就要打 這張圖的作者 把不約國家 在蘇聯解體之後 1999年解體之後 加入的國家的圖片 本來 不約是 橙色部分 大家現在看到 在1999年 有綠色部分 捷克波蘭和匈牙利加入 然後在2004年 其他國家 拉薩尼亞 埃沙尼亞等等 加入了 已經在貼近 俄羅斯的邊境 對俄羅斯來說 他覺得 烏克蘭和白俄羅斯 以及埃沙尼亞 拉脫維亞等國家 應該是中立的 可以保持自己一個安全的 範圍 我們不是說這些國家 不可以自決了什麼 但這些國家 如果在中立的位置 既不偏向西方 亦不偏向俄羅斯 對他們自己本身 的國情也有利 但好可惜 有些人 在 政客的 送用之下 做錯了決定 回到這裏 作者說 我理解 為甚麼大部份的中人 會共情普京 因為 中國 和俄羅斯 有著相同的遭遇 1991年3月6日 美國和北約國家 在會議上公開承認 北約 永不東抗 不會向東抗 抗張 一吋 一應吋 但一切都刻意相反 接下來的30年之中 北約進行了五輪的東抗 1999年 將波蘭 捷克 匈牙利 納入北約 2004年 將保加利亞 立陶宛等九個國家 納入北約 2009年 將阿爾巴 巴利亞 和黑羅地利亞 納入北約 2017年 將黑山納入北約 2020年 將北馬 大搞美韓同盟 大搞美韓同盟 大搞印太戰略 大搞南海挑釁 為甚麼大部份中國人會共情 普京 因為美國和北約 對俄羅斯所做的一切 亦都是他們正在對中國做的 有些其他資料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他甚麼時候出台甚麼發 出台甚麼發 干涉中國的內政 作者繼續說 我好理解 為甚麼大部份中國人會共情普京 因為中國和俄羅斯的 有著相同的遭遇 普京在講話之後講到 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 打著人權和自由的仿子 大肆支持 俄羅斯南部分裂 主義和受僱傭的匪徒 俄羅斯為此付出了 多少人願傷亡 夢守了多少損失 經歷了多麼艱難的考驗 這二三十年來 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 亦採取同樣的手段 對付中國 支持和諷刺 撞獨 支持和諷刺 台獨 支持和諷刺 港獨 大搞新疆人權法案 等等 一如普京在講話所講的 所有不為霸權國家滿意的執政當局 均會被貼貼上標籤 一切不適合霸權 當權者的東西都會被宣佈為 過時塵究和不必要 反之 只要對他們有益一切 都會被承認為 終極真理 我們怎樣 我們怎樣 能夠不共情俄羅斯 中國何尚不是如此 為了 和平引揚 得到今天 我好理解 為甚麼大部份中國人會共情 普京 因為中國跟俄羅斯有同樣的遭遇 普京的講話之中提到 俄羅斯曾經一次一次的妥協 想了好多好多辦法提出好多好多的方案 想融入 美國西方集團 但最終都被無情地 拒之門外 以前 普京想不明白 不明白為甚麼 美國 總是不接受俄羅斯 你們想把我們當作你的朋友和朋友 但為甚麼要為敵 但經歷了好多好多的事件之後 普京終於明白 貞結所在 答案 只有一個 問題不是在於我們的政治體制 或者其他原因 他們只是不想要俄羅斯 這樣一個 獨立的大國 這就是所有問題的答案 中國的遭遇 其實跟俄羅斯 一模一樣 這二十多年來 中國做了多少努力和融合 做了多少讓步和妥協 一生爭取融入共同發展 但無論我們妥協和引引到甚麼地步 依然逃不出 美西方的打壓和圍剿 美西方為甚麼要搞殺中國 其實跟普京說的一樣 問題不在於我們的政治體制 或者其他原因 他們只是不想要中國 這個 獨立的大國 美國 美國只想一家獨大 這也不是甚麼秘密 美國所有的文件 所有他們的總統 說法 所有他們的智囊說的 都是要美國 一國獨大的 有些人 不知道為甚麼 大部分的中人會站在俄羅斯那邊 這是因為俄羅斯經歷了這一切 我們國家曾經和現在 也正在經歷 我們共情的對象 其實不是普京 不是俄羅斯 而是我們自己的祖國 我們有著太多 跟俄羅斯一樣的遭遇 我們為甚麼要寫這篇稿 我們覺得 是俄羅斯 單單拋開歷史 拋開原因 去斥責俄羅斯 侵略烏克蘭 其實是不講道理的 誰都不想發生戰爭 但和平 不是單一方面努力就可以 普京有句話說得很好 人民總是習慣指責被激勞一方 而選擇性忽略妄忌事件的挑釁者 以及故意製造矛盾者 確實是這樣 在誰等到 烏克蘭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誰是恥作俄者 不是單是美國嗎 不是單是北約嗎 如果要講反戰 我們難道不是更加應該反美國和北約嗎 在這裏大家看到一幅圖 我昨天請MF 在特別節目裏 跟大家分享了 這只是1945年 2001年 世界上發生的戰爭 其中81% 都是由美國發起的 當然 剩下19% 有多少是由美國的影子在後面 大家自己想 普京有兩句說話 一針見血 為所有不為霸權國家滿意的執政當局 都會被他們貼上標籤 任何不與之同流合污的力量 都會被他們敲稅失蓋 確實 就是這樣 以戰結束之後到現在 世界上81%的戰爭 都是美國帶領的盟友發動 美國和他的盟友 打著 民主自由 人權的旗幟 敲碎了多少國家的失蓋 謀殺了多少國家的前途 伊拉克 南聯盟 阿富汗 敘利亞 利比亞 後面還有很多很多 跟著現在我們看到 剛剛這個時候 美國也在轟炸 索馬里 這個轟炸已經遲了14年 如果我們要指責 有人 發動戰爭 我想我們更加要指責美國這14年內 對一個 小國家 索馬里的 不停攻擊 在俄烏發生衝突 這幾天 美國正在轟炸索馬里 還向他們的居民 居民區投射了炸彈 這些轟炸已經進行了 14年 這裡又做了一個估計 有幾多人死在 在美國和沙特阿拉伯的戰爭之下 我們都看得到後面 聯合國的一份報告顯示 有 37萬7千名 也門人 在美國和沙特的軍債之中喪生 其中 半至70 是5歲以下的兒童 美國和北約 大聲地說 俄羅斯是侵略者 但正如一個網友所說的 親愛的美國人 在你們的政府 停止轟炸敘利亞人 索馬里亞人 和也門兒童之前 你們是沒有權利 對其他國家之間 的衝突 發表意見 各位朋友 繼續留言 我繼續在下面 和大家分享 很多西方媒體 高喊 俄羅斯 沒有人勝 但有個網民 覺得很好 如果媒體 都好像報導 俄羅斯一樣 報導 沙特 對 也門的 軍詐 報導 以色列 對 敘利亞的 新襲擊 報導 到美國的索馬里 新軍站 戰爭 將會在明日結束 但 他們沒有這樣做 我想跟大V所說的 反戰 當然是應該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反戰 不能夠 只是反俄羅斯 如果前幾天 美國突襲 索馬里的時候 以色列 突襲 敘利亞的時候 你們都發聲 我就當你真是反戰 好可惜 並沒有 俄羅斯發生中突之後 你們不去罵那些恥作俑者 去罵美國和北約 在微博上面大罵中國的網友 是沒有人勝 我簡直是驚呆 一個網友信得特別好的 霸權和燒煙 從未停止過 因為祖國強大 所以 護理周全 你才有閒心 去安全地 在微博當聖母 罵國人 冷漠 你們很快就忘記了 你們很快就忘記了 抗日援朝嗎 你們很快就忘記了 沙德事件嗎 你們很快就忘記了 南海撞擊嗎 你們很快就忘記了 中國大使館 被炸嗎 一個好戰者居然不反鳴 這個就是我最好笑的一句話 想起一個短子 一個地理老師 站在世界前面 問學生 怎樣才能實現世界和平 學生 沉默不語 老師伸出手 把地圖上的美利堅 扔了下來 扔了下來 扔在垃圾桶裏 好了 世界就和平了 確實是這樣的 現在世界上最大的毒瘤 就是美利堅合眾國 反戰是應該的 我們當然應該反戰 但反戰 為甚麼 不反思 為甚麼要戰 但反戰 為甚麼 不反美國和北約 如果我們不反美國和北約 就等於沒有反戰 我很同意這位作者的說法 世界上 大部份的苦難 有些是來自天災 有些是來自人禍 天災難免 發生天災的時候 每一個地方 都值得同情 值得幫助 當發生人禍時 那又如何呢 我們是否應該阻止人禍的發生 我們阻止 戰爭 反 那些反子 那些賣戰爭武器那些 繼續 利用 烈人的 死亡 和痛苦 來 賺取 一些 不道德的 錢 美國 美國在立國 250年來 只有20多年 是沒有戰爭的 這是一個 非常好戰的國家 很可惜 很多人 被他們的 媒體 被他們的 軟勢力 在 蒙 遭遍了 沒有看清楚 這個國家 到底是怎樣 這個國家現在 在新冠疫情之中 死了九十幾萬人 相信一個月之內 他們的死亡數字 會超過一百萬人 一個政府 對自己的人民 自己人民所受的 天災 而變成了人禍 而事而不理 事而不顧 你猜他會 對其他人民好嗎 妄想 所以我都同意 美利堅合眾國 如果他解體之後 改為一個 用社會主義 來執政的政府 世界 立刻 和平了很多 一個 只是佔世界人口 5%的國家 是沒有可能 永遠成為 唯一的 超級強國 其他國家 絕對 有理由 可以憑著自己 的努力 成為一個 超級大國 好相信 當中國 真是完成了 我們的 復興事業之後 世界 是會 和平很多 我大願 我有一朝一日 可以見到 這個 到來 我們在這間